天气开始降温了 今天做了一道番茄豆腐汤 老粉应该都知道 我是真的很喜欢番茄吧 今天的这个汤鲜嫩爽滑 喝到连渣都不生辣 豆腐你们可以选择嫩豆腐 这样口感会更好哦 天气冷了 正是吃蟹黄面的时候了 这块面不用自己包蟹 就能吃到满满的精华 里面的蟹黄酱分量很足 还有蟹醋和姜油搭配着解腻 看着满满的蟹黄和蟹肉 入口浓醇鲜香 成得太满足了 喝一口嫩豆腐汤 再来一口蟹黄面 吃货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最近这个汤 说是在全网火了一把 今天来帮你们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好喝 这个群带菜 一点点也可以泡发很多 一袋可以吃很久 吃起来又比海带更嫩划爽口哦 一碗简单的汤也能喝出满满的幸福感 先到较渣了 美味口的时候 就来上一碗酸辣开胃的精汤肥牛包吧 肥牛加料酒焯水捞出 碗中依次放入金针菇 娃娃菜 泡好的粉丝和肥牛 只要来上一包精酸汤料 就可以什么都不用饭了 煮开后放入蒜末辣椒圈 淋上热油就可以出锅了 酸酸辣辣的超级开胃 想想都流口水 小时候不喜欢喝鸡汤 妈妈总会让我多喝两口 这次不能回家了 竟然怀念起喝鸡汤的日子 想想都馋了 焯水后再冷水里过一遍 这样可以去除多余的腥味和杂质哦 开盖之后再放上盐条味 炖出来的鸡汤非常鲜甜 冬天喝上一碗鸡汤 就好像家人在身边一样温暖